飯店的炒羊肉如何做到香辣四溢 無三味 而且還有一股特殊的煙燻味道 今兒就跟大家分享爆炒羊肉的做法 首先準備適量的羊肉 先將它對半切開 再切成均勻的片 這個片不用切得太薄 那樣的話口感吃起來就會發柴 切到這麼厚就行了 全部切好 裝入一個大盆中 裡面加入清水 上手給羊肉清洗乾淨 這樣可以有效去掉三味 體勁後攥乾水分 接下來把鍋中的水燒開 下入羊肉片 淋入適量的料酒 咱們給羊肉焯燙一下 羊肉剛一發白就可以撈出來 接下來單鍋下入一把自然粒 小火烘炒 這樣可以使自然的味道大大的揮發出來 咱們給它炒至顏色偏黃 放在案板上 用擀麵杖反覆碾壓 碾壓成粉末狀 這樣的自然粉就做好了 接下來準備一把香菜 將它切成均勻的小段 切好後裝入盤中 蔥白準備一段 像在視頻中這樣打斜切成段 接下來鍋中倒入適量的食用油 油熱下入蔥白 適量的辣椒面 大火翻炒 把蔥白和辣椒的味道爆香 爆香後下入羊肉 開始翻炒均勻 翻炒均勻後 轉小火開始調味 加適量鹽 少許白糖 一點點味精 再來適量生抽 開始翻炒 把羊肉炒至入味 朋友們 視頻都看到這裡了 如果您覺得我的視頻 對你有幫助的話 麻煩您 先煮您發財的小聲 給我點個贊吧 您的每一個點贊和留言 都是我前進的動力 感謝大家的支持 羊肉片已經超過水了 也不要炒的時間過長 翻炒片刻後 撒入孜然粉 再來一把熟芝麻 這樣一股特殊的煙熏味 立馬就有了 真的是太好聞了 把孜然炒香後 美味寄成 這道菜散發出誘人的香氣 咬上一口香辣絲意 真的是太香辣 喜歡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做法收藏起來吧 點我頭像 還能看見更多的美食視頻 關注老洋美食 讓你天天做好菜 才看見完 我們回到 我們的朋友 跟我們分享 我們回到